手机对于现在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几乎就是不离生的一样物品 很多人对手机的依赖性已经大于恋人、孩子、朋友等 每个人的手机都会设一个密码 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秘密都可以从手机里面有迹可循 从哪一手机里的四个秘密就可以看出你在他心中的分量 第一点,他的手机对你设不设防 你能不能随时查看他手机的秘密 当一个男人的手机对你完全地公开 就说明他对你是没有秘密的 至少他在外面是安全的 没有一些花花草草 爱最基础的就是信任 他在你这里完全没有秘密和小九九 这就是最好的誓言和佐证 第二,手机常用联系人 看男人手机里面的常用联系人 就能看出这个男人是家庭型男人还是事业型男人 如果他经常联系父母和家人 说明他是一个顾家的男人 如果是客户或者同事 说明他的事业心很强 如果都是朋友 说明他很重情义 喜欢和朋友一起玩 平时喜欢和他的狐风狗友在外面浪 如果他的联系对象主要是你 说明他标准的围着老婆转的男人 第三,他的手机下载常用软件 了解一个男人 往往可以从他的手机软件下手 所谓自给自比,百战百胜 手机对于我们来说 用处无非三样 社交,娱乐,工作 观察他的手机软件 就能够清楚他平时的偏好 如果男人手机里面全是游戏 可能他会把手机当作游戏机 不能让他沉迷其中 如果里面全是新闻资讯 那么说明这个男人头脑比较灵活 经常观察社会动态和人们的关注点 如果这个男人手机里面 全部都是社交软件 那么说明这个男人平时喜欢 结识心的朋友 当然不排除一些异性朋友 每个人都有隐私 女人切莫抓着不放 要看他也得争得同意 这样才能让你们的联系更亲密 感情更牢固